很外劳 结果真的就把那当仆人来看待 他是来照顾你 你感恩都来不及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学佛的 一定要有学佛的智慧跟慈悲 不要理所 我父前当然 我指挥他是理所当然 不能这个样子 人其实都是同一个佛性 我们如果互相感恩 互相恭敬 其实都会 那关系都会很好 那你把那当仆人看待 刚刚开始 依依你是一个给钱的 你是老板 他不得不听 但心里面是不舒服的 你如果尊重他 他一定会加倍的偿还 就是这个善性循环跟恶性循环 你认为你给钱就是老大 你给我多少我做多少 给我多少我做多少 那其实就不会 不会产生那个善性的 一种循环 所以 学佛一定真的要用对的方法 而且要用柔软的方法 站在对方思考的方法 那久而久之 大家就变 就是合合众 而且都是 共同的体贴 这样子的社会才会有希望 这样团体才会有能量 如果大家都各怀鬼胎 都各守本位 那其实很难 当然本分守好是你的本分 但是如果仅止一守本分 那这个社会也没什么向上的力量 都刚刚好而已 所以一定要激发出那一份慈悲心 想要多奉献 那当然我都看在眼里 其实 谁在做什么我都看在眼里 那当然我不能讲是非 但事实上看在眼里 你是不是 发心的 那发心也没有 没有谁受伤 你发心得意的是你自己 那当然我知道你不是为了获利而奉献 所以这个佛法 那个发心 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 我觉得我可以奉献 我就都奉献 就这样 那个就是无为的不失 那你若有什么目的的 我把它做好事要怎么样的 是要怎么样的 那若有这个就有得失 你的动机就会有点问题 到最后 遭感的一定是是非 烦恼痛苦 那你若用对的发心 如是因如是果 发心都对了 怎么会有不好的果 不会 一定是里面夹杂的不好的动机 才会产生不好的果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它的道理 这个当然很细微 但是绝对有它的真理在 而不是没有道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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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